今天帮这个小房照收拾之后呢 明显感觉这个空间啊大了很多 也像睡袋的话 整了一个包 也不占用这个空间比较好的 还有两个小枕头 塞在这个边上 工具箱呢 在这个床下 侧面呢有小盒子 充电宝的话放在前面 确实发现有一点问题啊 就是说呢 如果我跟九哥单独走的话 这个充电真是个麻烦啊 今天就体验出来了 有一个充电宝呢 在九哥车上面充 我现在呢没有充电宝 这个用电啊 还是非常担忧的 现在手机也没有什么电了 然后也没有充电的地方 连个充电插头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 是需要考虑的 尽可能呢 就是说帮这个太阳冷板啊 给它装上去 现在肚子呢 也是非常饿了啊 今天走了没有多远 走了大概只有十几公里吧 到了一个小镇的上面啊 发现这个小镇上面卖吃的挺多的 在这个公园这边啊 然后就停车了 然后今天晚上的话就在这边露营了 现在呢也是五点多钟了啊 咱们开始吃晚饭 平时的话吃这个辣条呀 吃这个零食呀 今天啊吃一点这个水果 注意这个身体嘛 老吃辣条身体也照不住 最近这个口腔啊各方面的 都感觉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因为这个天天下雨 然后呢又潮湿 一吃辣条容易上火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吧 然后这两天不吃辣条了 改一改啊借一借 很多人说吃了辣条并不健康 说多吃点饭之类的 尽可能自己做一做 做饭的话 这辆房车比较小啊 还做不了可能要明年了吧 但是呢这个身体咱们还是放在第一位啊 喝点茶对不对 喝点绿茶 养养身体啊 老弟们来干一杯 果然是有茶的味道啊 像什么烧水壶啊 什么热茶之类的 咱们喝不了 只能喝一点这个凉茶之类的啊 看这个菠萝蜜啊非常的大 昨天也是买了一盒 吃了这个肉后发现 有点上瘾啊 特别的好吃 所以说今天呢又买了两盒 两盒也不是特别的贵 一盒七块五 两盒十五块吧 赶上一份快餐了 嗯 然后这个板栗的话就贵了一点点 板栗之一盒的话十多块钱 两样夹带一块的话二十多 还有好多人 说我出来穷涌啊 嗯 一天大概要花多少钱 这么多钱够你花吗 然后我后来算了一下 平均一天的话要三十 或者是四十块钱吧 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最低的话一天要三十 两份快餐的话差不多就三十了 然后还要喝水 买一瓶这个绿茶 然后再买一瓶那个矿泉水 一天的话要五块 然后别的还没什么都没买 如果再买什么洗头稿 对吧 再买一些生活用品 可能一天大概要四十多吧 一个月呢 以前啊 因为这个天越来越热了 睡在这个小房车里面呢 可能照不住 所以说得买个小风扇吹一吹 有的话走比没有墙吧 后期的话 考虑给我这辆小房车里面 装个空调 像我这辆小房车 它能装空调吗 我都很好奇啊 第二个就是 装了空调之后 这个用电怎么用啊 那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我目前有这个想法了 能不能实现呢 只能再说吧 晚上睡不着啊 出来看这个广场舞大妈跳舞的 这边还有打篮球的呢 夜生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我的车就在这个附近 挺热闹的 这家伙整的挺好 找个地方吃个烧烤就好了 这些兜里没钱啊 看了看还是算了 这小朋友的单车骑的6呀 天哪 怎么骑的这么好 这家就是烤烧烤的 没有人吃啊 我要是有钱我就过来吃了 看看咱那小房车 从外观来看的话 只能看到这两个东西在发光 其他啥也看不见 上面呢 亮的是这个毛巾 刚才去九哥那边洗了个澡 现在也回来了 最关键的就是 把这个充电宝给他拿过来了 没有这个充电宝的话 晚上干啥 干什么都不方便 鞋的得放里面 放外面第二天睡醒 鞋没了 就尴尬了 哎呦 车里面终于有电了 关上车懵 插上这个 这家伙 一下就高端起来了 还有一格了 电也不多了 有点亮光 总比没有好吧 照亮了 房车的夜生活也挺美好 哎呀 看看咱那小桌子还在这呢 饿了 咱还有零食 渴了 有水 啥都有 刚才出去买了一瓶阿萨姆 这玩意挺好喝的 长时间喝不行 长时间喝这个消费不起啊 哎呀 床点弄上 哎呀 弄上之后 休息会 看看这个电影 呀 今天就这么愉快的度过去了 挺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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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